大家好我是訊軟 今天繼續讓我們的射雕尋俠傳 那在上次有介紹了我們58集的時候 開放我們挑戰裡面的巔峰對決 就是我們可以湊15個人 然後組3打3 然後可以去跟人家做匹配去PK 那一樣就是田地賽馬的部分 那打完之後就可以有些獎勵 然後還有一些排名 那目前我今天大概刷打了一下 然後目前的那個排名是927名 他到999名之外就那個沒有排名了 那如果你有進1000名以內的話 你就有那個排名 那目前是大俠一段 那現在在檯面上好像都是神俠吧 等一下可以來衝一下這樣子 好那蠻細菱那都不是重點 今天最大的重點就是我們終於60集了 那60集其實已經開放了一個更重要的系統 那就是我們的那個五行系統 其實之前趴趴資料啊攻略上面 其實五行到後來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坑嘛 其實他也不算坑啦 就是一個一樣也要花時間精力去玩的一個東西 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歷練 最後一個終於開放了 五行幻境 那這個的話就是獎勵主角修煉的一些相關道具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玩法部分 那給大家看一下 來五行幻境就是這五個人 那左邊先看一下介紹好了 五行幻境的話就會對應我們五個職業 就是我們的掌勵力氣機這樣子 那每一天都會有相對應的那個職業挑戰 那每個職業挑戰的話就只能 上陣你相對應的職業的俠課 像比如說小龍女是劍 啊不是不是小龍女是劍啦 那個比如說那個王重陽是劍 那他就只能在劍的那一天的時候才能上陣這樣子 那其他如果你是長日的話 那他就不能上陣這樣子 那挑戰成功的話就有相對應的支援 然後每天只能成功挑戰十關 這個有點像一樣像那個蒼天的那個 就是那個的玩法一樣 就是每個陣容 有每個陣容每天的那個輪流時間 那一樣可以去手上打 像今天我們就是劍隊 就是這邊有個今日 然後這邊有個劍隊 那通關獎勵的話 他會給這個那個修煉 修煉職業的天賦 那這個天賦可以按這邊有個修煉 那這個的話就是你比如說那個長道修煉 就是你整個長隊 那你修煉的話 你就可以拿這個資源去加 那你所有長隊的人都有這個的加成 那這是長的 然後這邊有劍的 然後有力的 然後有氣跟技 這五個差別 那所以為什麼之前 爬資料的時候 有些人會那個 除了武學之外 或是技能搭配之外 有一些人會提到說 什麼叫做五行好養 就是你同一個陣營的話 剛好都是同 比如說都是技的陣營的話 你就可以把資源全部 砸在五行的某個那個 那個這個技 就是某一個那個陣營裡面去 你就不會分散 這樣你如果太分散 假設你的陣容 是五個各一個的話 你五個都要練 這樣子你的資源會耗非常多 然後練起來也不強 所以像為什麼 像譬如說 劍隊 像譬如說 下一次我要介紹劍隊 像劍隊的話就是 他那個所有人的劍 他全部都是在同一個那個 這個陣容裡面 所以你修行 每修行一層的話 大家都吃得到這個buff 那像我如果是獨隊的話 那我獨隊 目前有三個人 四個人在那個技這個裡面 所以獨隊的話為什麼 也算是資源會比較節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五行也好養 就是養技就好 那唯一的氣就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小招 小招是氣 之外 其他我們都是技 所以獨隊的話 其實也蠻好養的 就是你只要加這個技就可以了 好 這是我們的那個五行幻境 那這邊有排行榜 那一樣有長劍啊 莉亞這些 那每天最高通關十關嘛 那打不上去的話 你就是等下次 這個輪流 輪陰圈之後再來 這樣子 好等一下給大家看 那五行轉盤 這個的話 這什麼 等一下五行轉盤 挑戰一關可以獲取轉盤 哦 打贏一關可以獲取轉盤 好那大家看 但是我劍隊很爛 今天是劍隊 靠腰 劍隊 我的劍隊都沒有練 我的劍隊全部都是 哇 都一擊 一擊打得贏嗎 試試看 哇那這樣子 基本上 基礎的還不能太差 要不然 哇我只有滅絕事態 啊 等一下 我忘了介紹 等一下還看補角的時裝 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事前預約的時候 是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雖然說他的時裝好像是女生 但是 還有加成 可以看一下 嗯 哇 這樣不行 這樣子 這樣子 感覺還是要 還是要練一下其他的那個 細彩線 真武七結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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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劍隊只有滅絕失態 也太悲傷了 其實我本來一開始是想玩劍隊 因為我是喜歡追求高暴擊 只是想不到 手 手抽是那個 歐陽鋒 就只要走毒隊 欸還是哪 打的硬碼 真武七結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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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硬碼還蠻帥的啊 好 難道 所以代表說 其實 其實還是要練 就是 你基本還是要練 要不然 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會拿不太到 好 再轉吧 可不可以轉 打一場就可以轉 喔 有兩死欸 那還是不錯欸 一天可以打那個 那 好吧 我有空再練一下好了 因為我的那個 劍隊真的太差勁了 我的劍隊只有那個 滅絕失態實在是不太夠力 好 那就是那個 介紹我們的五行幻境 那基本上 就看你的隊伍的 那個 種類啊 那像我們獨隊的話 基本上就全部加在技上面 你 你拿到了那個 資源就拿到加一技就可以 好 來看一下我們主角 我們主角 在我們的這個 事前預約 如果你有事前預約的話 基本上 正常是這個男生主角啦 這個是沒有屬性加成 然後 那個 這是事前預約 那他有拿到那個 屬性就是我們的實裝 那就攻擊加一百五啊 護甲加血量這樣子 那技能是 喔喔還蠻帥的阿 看起來有點像那個 以前那個 那個 流星蝴蝶劍的那個招式 那個劍的招式 OK 還蠻帥的 OK 好那 只是他是女生啦 我是不習慣用女生 只是因為他有加成 等下是沒加成就換成那個主角 好OK 那今天一樣 繼續來打一下 我們的那個 巔峰對決 那 啊 講巔峰對決之前先講一下好了 呃 不知道 欸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你看有些人可能注意到 就沒注意到 像一般 呃 角色如果你用不到的話 那 角色基本上 你用不到的話 基本上都大概不會理他 那基本上 如果你有把他升到 比較高等的話 你可以看他的那個 專武 專武這邊 有一些會寫 那個 統計全部專武屬性 對所有俠客損小 像這一種的部分 就算你 那個 俠客如果用不到的話 像比如說 隨便找一隻 啊 可能宋永喬這輩子都不會用他 那是宋永喬的裝 啊 好 找一個四十二級的來介紹一下 啊 好 原真好了 啊 假設你原真這輩子都用不到他 但是 欸 他都單體了 做不給面子 有沒有 你有沒有全體 欸 好 這個 假設那個 公聖綠二 那個 你可能都用不到他 要用不到他 但是他 專武的部分 他會開啟那個 全屬性對俠客都有加成 比如說他有加血量 那有些人是加攻擊 啊就不一定 就是 看每一個人的那個 專武加的能力是怎樣 那比如說這個 啊這個也是加血量 那有些好像是加攻擊 那有些是加 那有些是加 加防禦 那 像 像 像張武技 張武技的那個 聖火力他就是加那個 護甲就是加防禦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的 角色 即使用不到 那但是如果他的專武有一些 這個加成的話 如果你的資源還夠的話 就是盡量可以大概 出 欸 練高的話效益不高 但是出息 因為耗的那個 那個鐵比較少 就是 這個玩意 這個 黑鐵 黑鐵的那個 耗的比較少 所以 把那個等級升高的話 基本上他會加全部的俠客 所以他這個還是 積少成多 慢慢加其實還是蠻有用的 所以黑鐵這個部分 其實蠻 那個料蠻缺的 那就是如果有多的話 就是把一些 你用不到的角色 但是他有加全體的那個 屬性的話 還是把它加起來 那個多多少少 還是那個會把你的隊伍增強 好 OK 大概是這樣 那都不是重點 今天我們來繼續打 那個 先打我們的那個 這一台比武 目前最高 我好像是到 第十七名吧 那 看能不能 今天看能不能 衝到前十名 目前戰力是 163萬 然後我的隊伍是 獨隊 我先把那個 人往前衝一點 應該可以衝到第十六名 沒問題 現在是中級了 看能不能衝到高級 看能不能衝到高級 目前獨隊 戰力163萬 欸 已經打不贏了 喔 好啦 找一個 十八級 欸 十九的好了 來來來 戰力差不多的 我們來PK 好 這個就不跳過 來看一下 其實獨隊 出起來是不錯用 那 支援省下來的話 基本上 慢慢練 來 對面的話是 太極馬寶博 我們閃電五連邊 然後對方是 紅七弓 絕遠 黃龍 小招加馬鈺 這是一個 倚天 算是倚天嗎 其實也不是倚天 從來不是倚天 算是 防禦流吧 有 有紅七弓跟絕遠 很少看到沒有倚周子洛 代表他的攻擊手 應該是紅龍吧 應該是紅龍吧 天主算是不夠一 天主算基本上 還是要練到 化劍開始 才可以 來看看 我們的障劍 飛仙劍舞 小龍 小龍十八爪好帥喔 哇 天主算果然不夠力耶 但是 照理說應該 應該沒有 周子洛其實可以當副坦 周子洛當副坦 其實也可以 前提是要殺他死人 殺死人 他就 殺死人他就不去 上毒 小龍 我覺得他這個陣容是 是那個 防禦流 前面 找紅七弓當異位 然後 撐下來之後 後面靠黃龍全體攻擊 還加馬鈺 補血 這樣子 所以他有小招 又有馬鈺 打不太 哇 哇 果然不行 啊 我們獨隊的那個 攻擊力還是不太夠 這遊戲其實我已經把他當成放置行手 要再玩了 唉 好吧 那個 打不贏 那只能之後再 看一下那個 有沒有辦法變強 初級 中級 那 那 之後 應該會考慮把 把 我們的那個 那個 誰敢練上來 我們的那個 趙敏 趙敏其實 後期還是蠻強的 啊 目前趙敏練到 四星 要到一火的時候他才比較強 一火的時候他的技能 一火的時候只要對方中毒的話 他就可以降低他的治療效果 跟吸血效果 其實就是 就像剛剛的那個 那個 那種防禦流就很麻煩 好吧 那 最後再打一下我們的 我們的 那個 來 巔峰最絕打一下好了 今天 那個都沒打 唉 其實這個還蠻好玩的 反正 而且這個打很快啦 這裡不能換太多時間 就是找 你覺得 哪一個隊伍他是最強的 然後你就把 那個 最弱的隊伍去對他最強 然後剩下你覺得打得贏的 就給他打 那 基本上 就 就 要看的話也可以看啊 啊不看的話他會直接秀出來 直接秀出來 排名目前是 955 唉唷電腦有點LAG喔 哇他不贏 好吧 目前的戰力好像到現在都那個 升不太起來了 OK 大概是這樣 那 其他的部分 其實每天晚上都差不多 啊 標局要到65級才開放啦 那時候標局65級的時候 開放的時候再介紹 那 65級之後大概基本上 所有的系統大概都開放了啦 那就剩那個 歷練這邊全部都開放完了 那就剩挑戰 挑戰 就剩下面 跨服戰 還沒開放 然後還有那個 比武論道還沒開放 比武論道在想說會不會是 這個遊戲之後會開放 傳攻 然後會開放秘籍 那這都是蠻坑的一些東西這樣子 那還不錯 就是 這遊戲的東西蠻多的 只是他給的次數都很少 所以你都只能當那個 放置新手在玩 如果你是無課玩家的話 好 大概是這樣啦 其他 要不要去抽個獎好了 好啦 我們40抽嘛 然後再得必得神話 來吧 抽抽看 偶爾首癢還是可以抽一下 但是基本上 冤寶不要亂花 其實蠻好的冤寶 來 看看抽到什麼角 這誰 楊潔心 沒頭損啦 明兒叫東村張默 唉唷我跟曲鈴峰 這該不是曲鈴峰吧 把這些字畫送給師父 哇 其實很討厭那個跑馬燈 因為跑馬燈一出來就代表說 你已經知道你抽到什麼角 靠 所以只有抽到我們的 曲鈴峰 曲鈴峰 對 還輸得上什麼絕技不絕技 好 來 曲鈴峰還不錯 反正他 他這種角色的升級 基本上就是開圖鑑 圖鑑開了 他還是會加 那個屬性加成 OK大概是這樣 那 沒什麼好東西 其他沒什麼大家可以介紹 之前他都介紹完了 剩下就是 每個人慢慢打 那 下次我 升到 看他們升到兩百萬的時候 去衝我們那個 雷台 這遊戲就是往前衝 那 排行榜的部分 高級的話 現在我們 喔已經有玩家了 四百六十萬 中獅的部分 目前都還沒有 中獅都是千萬 中獅目前應該都還是那個 電腦 目前高級的話 就是我們的那個 這一幅應該是最強的 就是那個四百六十萬 其他好像 稀稀落落 大概都是兩百多 這樣子 好 高級 到時候等 高級大概至少要兩百萬才能加入了 還有六百多萬的 沒有 這是那個電腦 大概 玩家大概都兩百多萬 這樣子 好 OK 有趣的遊戲 那 其他 大概也就沒什麼介紹吧 之前大概都介紹完了 剩下 之後就是每個流派的介紹了 因為 基本上這個遊戲的機制 單 跟一些那個 內容 之前大概都介紹過 剩下就是一些 隊伍的流派 那流派到時候都介紹完之後 再介紹那個武學好了 其實武學 還是蠻重要的 就是武學 以那個加強角色來說 武學的加成還算蠻多的 可以洗一些特殊的這種隨機屬性 這種屬性 不是你裝備 或是那個就可以拿到 就是 要在那個符文這邊拿這樣子 喔 大概是這樣 那實裝的部分 都還沒開放 所以就沒有了 路板應該有開放啦 那個 張無忌有個那個 那個實裝還蠻帥的 其他的大概就沒有了 好 大概是這樣 有趣的遊戲 60等的時候開放五行 大家可以去打一下 那如果你的那個角色 比如說 像我的劍 除了那個滅絕世代之外 其他幾乎沒有 其他幾乎沒有練 那 還可以找幾隻還是 大概加一下等級 然後去衝一下 多多少少可以那個啊 拿一些資源可以加 加一下你的那個 隊伍的那個 一些 一些重點的那個 陣營的培養 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那既然不要這樣 別說我喜歡的話 都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萱萊了喔 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再會